各位同学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八部分内容 涉及到无穷奇数 这部内容仅仅只是数一数三同学 需要掌握 其他东西是不用的 考干没有要求 这部分有点难度 对不对 有印象没有 那年年复习完啊 年年考完 同学感受一样的 这部内容包含哪几点呢 第一点 叫数线奇数联散性的判定 你要学正线奇数交错奇数 以及任意线奇数 怎么去判定他收敛发散呢 第二部分 就密奇数的话题 他可以给你密奇数 让你求和 或者把和给你 让你把这个函数展成密奇数 一个互利的计算 这部分难是难在第一部分的理解 以及数一同学 挺好 你是可以在这部分 这部分里面怎么样 考你这名题的 那这道题 对数一同学来讲 应该是整个考验数学里面 这最难的题 这是稍微小幸运的地方 在哪里呢 他并不是每年都考 对不对 这部分的大题 对我们时候同学来讲 还是以谁为核心 密奇数求和 好了 那么来先学考点一 就掌握几个基本概念 第一个定义 什么叫奇数呢 无穷奇数 无穷奇数 减生奇数 什么叫奇数呢 各位 其实他定义本身 很简单 因为你学过数列的概念 对不对 数列的通线 是不是个数列的通线 UN DN线 他们把这个UN是干什么 N乘一到无穷大 你把它求个合 你把它求个合 打开等于多少 U1加U 加上点点点 加上水 加上UN 加点点点 这看起来 这看起来是不是有点跟中学的味道 中学是学到哪里 中学是学到这里 叫求其N线 你看 所谓的无穷 就表现在哪里 后面还有三个点 点点点 看到没有 所以这个就叫 写出来的 所以无穷多数先加 就变成一个 奇数 这概念本身很简单 你说到我最后部分内容 我研究你干什么呢 他告诉你 如果这个无穷多部分 加在起 你的何存在 我就讲你这个奇数 怎么 收敛 否则就讲这个奇数 发现了 各位那无穷多线 加不了 无穷多线怎么加呢 所以我怎么加什么 加起N线 所以 我只能把你起N线求成 求个SN 求个SN 有了SN以后 怎么办呢 第三步 我借助极限的工具 N曲线无穷大 取这个极限 求它的极限 如果这个极限存在 如果这个极限存在 我们就讲你 收敛 这个极限不存在 就讲你发散 这就是它的定义 看到没有 各位这就是它定义 好了 那我问你 看你对这门课的感觉怎么样 各位你觉得这个定义重要吗 我现在还没有讲 对不对 你可能也忘记了 你可能也没有复习 但所以问你感觉 同学我问你 那这句话就可以成为判定一个极数收敛发散的一种方法了吗 定义法 定义法是吧 还是很重要的 但我问你 你觉得 基数收敛定义 对判定基数收敛发散重要不重要 你应该感觉得出来 这应该是不重要的 听到没有 这应该是不重要的 为什么 你这是啥玩意 初等数学求和啊 我这门课研究什么 我这门课是不是研究微分学和积分学 这个初等数学求和和我微分学积分学有什么关系呢 听到没有 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嘛 对不对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怎么学到最后部内容 对我们树珊同学来讲 是不是就最后部内容 那怎么还会来一个什么 小学的加法呢 所以这个定义啊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重要 所以给各位建议一下 建议一下什么呢 各位这个 对于这个内容啊 你看 我们这个书山 我就把那个 同济大学 这部分内容 它应该是 第一小节被扣获的习题 我就给你一道都没有找过来 为什么 因为那些题 都是利用定义 去求他前N线和 就变成你中学的问题 需要用到很多 中学求和的技巧 各位 这个不随大学 不随我们考研 他所前教的方向 所以你看 我一道题都没有给你放过来 所以要先听听这个课 但我稍微给你 可以给你早点感觉 早点怎么感觉呢 你比如说 什么叫求和 这个你可以求 想没有 这个我们会 那还有好多 我们是不会的 或者你也求不出来的 对不对 你想想如果 就可以利用以前中学的方法 把你天底下 所有的无穷多线 求和求出来 我们这部分内容 不用复习啊 研究它干嘛呢 听到没有 你看看 这个求和是不是可以求 这个求和来 他的前N线 很好说 第一线是什么 1乘2分之1 加掉线水 2乘3分之1 加点点点 点到哪里 是N乘1 n加1分之1 看了没有 这个就等于多少呢 把它每部分分解出来 你看1乘2分之1 可以写成1 减2分之1 2乘3分之1 写成2分之1 减3分之1 加点点点 点到哪里 N分之1减去 N加1分之1 你会发现 第二线 第三线 第三第四 这里都抵消掉 最后留下什么 1减去 N加1分之1 没问题吗 所以你这个极限好不好做 N去向无穷大的时候 S 明显等于1吗 因为你前N向盒的极限存在 所以讲这个极数什么 收敛 这极数收敛的 好吧 先体会到这里 好了 有了它定义以后 我们接下来学什么 学它的性质 学它的性质 而这个性质 我们课本上 也是放在考点2 所以我们课 我们就同步讲 正门课不都这样吗 一个问题 一个话题 把你引出来 它的定义 对不对 有了它定义以后 学什么 它的性质 那有哪些定理 有哪些公式 考点2 我们来学学什么 一个极数收敛 它有哪些性质 翻到课本的76元 在76元 第一点 叫收敛极数的必要条件 收敛极数的必要条件 各位 这个必要条件 这个必要条件 如果不提 你能不能体会到 我再来问你 你想 给一个数列给你 把那个通线拿过来 UN拿过来 你把它无穷多线加在起 从你想想 它无穷多线加在起 各位 无穷多线加在起 它的何要存在 你应该怎么去理解 无穷多线加在起 你何会存在 我问你 这句话 如果就课本上不提出来 我们能不能 自己都能体会到 自己能体会什么 那我问你 你要不要满足 N区线无穷大 UN等于零 就你通线 在N区线无穷大 这个条件下 应该是个无穷小量 对不对 你说为什么 那否则不是废话吗 你想在N区无穷大的时候 你的通线都不为无穷小量 你的通线都不为无穷小量 你加在起 不用加 你的核肯定是多少 那核肯定是无穷大 这还有什么好交流的吗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 会不会研究这样的问题 我说来看看 UN等于N 同学们 SigmaN乘以到无穷大 N 无穷多线加在起 不就有个数线技术了吗 我问你 我们要不要去研究 这个数线技术 不用啊 为啥不用 你告诉我研究它有意义吗 一点意义都没有 为啥没有意义 不用加了吗 加在起何等多少 无穷大吗 我需要加你干嘛呢 你们一加二加三加四 一直加定定的加到N吗 不用研究你无穷大 对不对 你肯定是属于发散的范畴里面 那我们现在要去研究个这样的问题 对不对 你无穷多线加在起 你无穷多线加在起 你为啥不是无穷大呢 对不对 交给各位理议 对不对 你说我们互加高端班学 对不对 说你高端班学 对不对 听了这么多课 你福利条件这么好 对不对 你考赛 应该叫合情合理 所以我们这个班通过率高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不研究你 为什么在这个班能考赛 去研究 给了你这么多课程 听了这么多课 对不对 你怎么还会考不上呢 我们要去研究这个问题 看到没有 当然可能这个比喻不太正确了 你想想 无穷多线加在起 要研究你的存在 无穷多线加在起 我一个本能反应该怎么讲 你何不存在 才叫合情合理嘛 所以这就是他的必要条件 所以你一想收敛 你就必须要满足什么 你就必须满足N区项无穷大 UN等领 可以了吧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 第二点怎么讲 他各位 如果4个码N从1到无穷大 UN收敛了 我们的UN收敛了 那我K倍的4个码UN呢 是不是肯定收敛 这不废话 对不对 我同成数K 你原来如果 7N线和加在起 等于S的话 那不就成KS吗 所以他肯定收敛 而第三 第四句话 我们可以放在一起讲 我们怎么讲 如果一个基数UN收敛 一个基数VN收敛 怎么讲呢 收敛加收敛等于什么 一定收敛 但后面还有一句话 怎么讲 叫收敛加发散 一定等于什么 什么一定等于发散 那还有一句话 怎么讲 叫发散加发散 等于什么 发散加发散 等于不一定 发散加发散 等于不一定 发散加发散 等于不一定 收敛加收敛等于收敛 收敛加发散等于发散 这都很好讲了 那为什么发散加发散等不一定呢 我们有个很简单的例子 四个码一 四个码负一 这不就两个基数吗 无穷多像加在一起不就个基数吗 我的每一线是一 那不就是说数线基数吗 我每一线都是负一 也就要一个数线基数 单独看彼此都会无穷大 但我们加在一起怎么样 它会零 所以发散加发散等不一定 发散加发散等不一定 第五点 我们那个第五点第六点 放到等会来讲 因为第五点第六点 涉及到任意线基数的 涉及到条件收点 绝对收点 我们现在还没有介绍到 所以这个书的写法跟讲课 我们逻辑是有点不厌的 第七点 所以五六放到等会来 第七点 先看到78页的第七点 78页第七点 怎么讲 说在一个基数里面 怎么样 如果你增加减少改变有线线 不影响原基数说点行 好不好理解 影响 在无穷多项世界里面 我多了你一百项 少了你一百项 改了五项 多了五项 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第八句话 各位 他说 阵线基数 UN收敛 前提阵线基数 UN收敛 他收敛怎么办 那他的构成的指数列 形成的基数 是不是也收敛 这个好不好理解 我问你 这个正线基数 什么叫正线基数 每一项非复 你想你加在起 你什么叫指数 我把你的偶数线挑出来 可不可以 我把你偶数线挑出来 那你偶数线挑出来 你告诉我构成个新技术 U2 它是等于什么 是不是等U2 加U4 加U6 点点点 你说它核存不存在 各位 我U1 加U2 加U3 加U4 加U5 加点点点 加在起核 起N线核的存在 你把我挑出偶数线 挑出基数线 是不是也存在 核肯定存在 所以第八句话 听起来 这一简就懂 第九句话 你看到没有 七四八页 72.1.9 这叫什么 这叫加扩号 加扩号性质 什么叫加扩号呢 你记住一句话 叫加扩号 可以提升原基数连散性 提升原基数的收敛性 可以提升 懂不懂 加扩号 什么叫加扩号呢 走 原来的基数给你吧 我什么叫加扩号呢 我今天情绪来 我怎么办 我把它脸线 脸线一加 我写成脸线 寄成V1 脸线寄成V2 脸线寄成V3 加点点点 同学问你 我是不是可以写 变成个Sigma VN 当然不一定要两线 两线 听了没有 你可以 我就把U1 当成V1 U2 U3 U4 当成V2 可不可以 你随便加扩号 所以他告诉你 原基数收敛 加扩号以后 也就收敛 你记住 最终的结论是什么 提升原基数收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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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问你 那什么叫能理解 能听懂什么叫提升吗 同学我现在问你 我说一个基数以后 它是加 它是加扩号以后 它才收敛 我请问你 原基数到底收敛不收敛 这个道理能不能懂 就好比说 把你的考研初次总分 加了50分 说那个同学 A同学是加了50分给他 他才过线 我问你原来分数 你过线不过线 这不一定的吗 是不是不一定的 这个道理可不可以懂 肯定是不一定的吗 好 那再问你 说B同学考研初次加了50分 还没过线 那你说 到底想干嘛 看吧 说加了50分以后 你还没过线 你说你原来过线 没过线 肯定没过线啊 这不废话了吗 所以怎么解 说加了括号以后收敛 所以这个最后一点 我都不用再跟你废话 看了 好 这个书写得比较细了 2.1.10 看没有 怎么解 加括号以后收敛 加括号以后发散 加括号以后发散 那么原技术是不是一定发散 你加了括号收敛 原技术还不一定 加了括号以后发散 原技术一定发散 你就记住一句话 加括号可以提升原技术收敛性 好了 你不要小看堆这样的话 有的时候题目简单的时候 四分选择题就考这样题 对不对 你看七四八页 立即是 06年考题 你说这样题是不是送分题 各位 他告诉你 基数AN收敛 各位 基数AN收敛 则下面基数ABCD 基数AN收敛 则基数ABCD 你告诉 哪个点 重极啊 先要把ABCD看完看 有没有哪个一眼 能看出来的 明显就谁啊 明显是不是低选线啊 对不对 还需要跟你写吗 你四个码AN收敛 各位 四个码AN收敛 我们你是个码AN加1 是不是也收敛 那肯定的吗 你AN收敛 AN加1不收敛吗 收敛加收敛 是不是收敛 收敛加收敛 是不是收敛 那乘以二分之一呢 那不是也收敛吗 所以就低选政权 那你这个阶段 崩光ABC为啥错 你能把D挑对了 可以了 对不对 所以D选 你看翻前面 77 看到中间那立体 两千年考题 你说无聊不无聊 你说这个000年和06年 是不是一眼的 他这波是把AN 改成的UN这个字母 各位你看他这么讲 他假设这个基数 UN收敛 则B收敛的基数 下面ABCD哪个 77翻到没有 明显打蛋 你看D选线嘛 你UN收敛 UN加A是不是收敛 那UN加上UN加A 是不是也收敛 哎呀 就D选结束了嘛 有难度吧 没有 一点难度了 没有 看到没有 我呃 我呃 我呃